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今天宣布 將會在未來的日子向外國捐贈一千萬隻口罩 其中兩百萬隻將會捐給美國 七百萬隻捐給歐盟 以及一百萬隻留給台灣的邦交國 蔡總統提到 在前階段台灣組成了國家隊 接下來的階段將要打國際盃 他說基於人道考量 台灣將會積極加強與世界各國的防疫合作 目前會捐出一千萬隻口罩 後續將會視乎產能 給予國際社會更多的支持 其實台灣在過去一段長的時間 都是口罩的進口國 但是通過提升產能以後 台灣慢慢轉變成為現在的全球第二大口罩生產國 充分滿足國內人民的需求有餘 實際台灣目前的產能是怎樣呢 每一天可以生產到一千三百萬隻口罩 通過進一步提升產能以後 最終可以達至每一天一千五百萬隻口罩 這個當然比起香港來說 就是蚊腿和牛腿 而且香港根本上 特區政府對於相關產業的扶逆 都是遠遠不足 更何況政府自家生產的口罩 根本上就不會流入自由市場當中 所以說來無謂 到底蔡英文總統 為何要在目前的階段 對外捐贈這麼多物資呢 他就提到 說國際情況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話 就永遠不會結束 台灣依然會處於險境當中 只是將國內的防控工作做好 就無法阻擋情況蔓延下去 國際社會各個成員 必須集結力量 共同克服挑戰 似乎他都說到幾大方得體 起碼沒有像有些國家的外交部一樣 一味以強硬的態度 像潑虎馬街的形式來宣傳 至於台灣所捐贈的物資和中國捐贈的物資數量 比較起來 到底哪一個比較多 原來是台灣比較優勝 根據報導所說 原來台灣捐給歐洲的口罩數量 是遠高於中國 台灣向歐盟以及英國和瑞士 合共捐贈七百萬隻口罩 至於中國又如何 由於中國決定繞過歐盟 直接向歐洲的一些國家提供援助 要說明這個援助 是包含無償的捐贈 以及一些普通的交易買賣 他都當作是援助 好了 中國對歐盟 就捐贈了二百二十萬隻口罩 一比較起來的時候 就少了台灣一大截 於是又引起了大陸的小粉紅的憤怒 紛紛在微博上發作 到底這些小粉紅搞什麼呢 他們就不斷留言 說要同意台灣省的對外援助 台灣捐完以後 中國駐當地大使館 應該打電話問當地政府 我們台灣省發給你的口罩 收到沒有 這些就故意貶低台灣的地位 以及根本上是自我麻醉的 人家寫著台灣的 不是只寫著Republic of China 人家會分得清楚 不需要這班小粉紅的擔心 有些小粉紅更奇怪 只要在Twitter上看到台灣捐贈給某國的貼文 就應該馬上瘋狂地留言 說這些物資是從中國的台灣省 這班小粉紅活在一個平衡的時空當中 難道你就這樣留言 人家就會聽你腦點 所有身處在民主自由社會當中的人 都會懂得分辨 接著又說說本地的情況 前排特區政府 已經對於某些娛樂場所 實施了封閉的措施 包括機譜、波樓、戲院、健身房等等 但無厘的對竹館和卡拉OK豁免了 沒多久就已經出現了一個卡拉OK的感染群組 七人唱K就七人中了 於是特區政府後知後覺 在今天我終於刊獻 就說要關閉K場、竹館和夜總會 特區政府根本的措施就沒有邏輯 一早應該是同時進行的事 你就突然推遲了幾天才去做 好了 今天又說對於某幾類的行業 又豁免了 只要美容院、匯子和按摩院下符規範 即是說在可行的情況之下 需要一直配戴口罩 以及先為客人量度體溫 以及提供消毒的結手液 就可以繼續營運 但是今天才有一個個案 那個人在美容院工作 那特區政府是否又隔幾天 出現了感染群組以後才關閉 實情你這樣做都是沒有意義的 根本上你見到哪裏有事就關哪裏 問題在於什麼地方呢 當你關閉了這些場所14天以後 那個個案數字沒有跌過 而且一直繼續來到每天幾十宗 甚至乎過百宗的時候 那你是不是將這些行業一直關閉下去呢 好了 直至關閉下去你的有的日落條款 就去到6月20多好嘛 那你關閉的時候 如果也還未控制到的 那你想怎樣呢 是不是先 你特區政府口口聲聲就說會對這些行業有所補償的 你就要求那些僱主不要炒的員工 否則就會影響新領補助的資格 問題就來了 你叫人家關閉就一定是一元生意都沒得做的了 好了 現在怎麼辦呢 當然是先放了那些大價 要清價 那些有薪價先清掉 清完以後就無薪價了 那個僱員就一樣遭殃 我又不是叫你開回這些店鋪 而是問題就是 你的寶座到底是怎樣做呢 你是直接補償那個僱員 或者那塊錢給了僱主任他分呢 以零售業為例 你每間零售業的冬主 你就會給他的寶座 但是那些寶座除了那些自僱人士以外 有多少是真的從僱主的手指縫當中 漏到他的僱員身上呢 大家都是想都想到了 這些寶座措施根本上是有問題的 現在又未曾談得好到底怎樣寶座 那為什麼你不一刀切 全社會停擺14天呢 你就不想去承擔這一筆的費用 你就不想去補貼所有的企業 和全港的僱員 包括那些自僱人士 你總之按人頭計就可以了 那些補貼 你就是不想給這一筆錢出來 但是你不想給這一筆錢 都沒有意思的 你現在這樣走去 左停右停下 有空又停下這個行業 有空又停下那個行業 好了 你長遠來說 對於後續的經濟損害 就比起你全面停擺14天 是更加之大的 因為當你的個案數字一直上升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突然間又說要再開這些行業 說不通啊 這個邏輯上都 那你就只能一路關閉了 好了 越先關閉的行業 它受到那個損害越大 那些行業 你又不能夠確保得到 它到底哪一天開始可以重新營業 那可能這些企業頂不順的時候 就會接賣了 因為就算那些僱員放無薪假 它還要交租的 你就一美呼籲 你達區政府最擅長的就是呼籲 呼籲市民不要外出 呼籲業主收租收得順一點 也不是免租 沒有生意做就應該免租 你也不是的 呼籲人家收得順一點 收便宜一點 沒有意義的 呼籲作為一個業主 我寧願你不要租 你租得我的地方 我還要免租給你 那不如你扯吧 當然有些業主會這樣想 雖利特區政府根本上的措施是無效的 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全面停擺14天 然後你就再評估到底哪些行業 是可以有限度恢復營業的 你才是防控的 你一直拖拖拉拉下去 其實現在每一天都很閹滿 每天聽到數字 下幾十鐘幾十鐘這樣升 接著就聽到你的床位根本上是不夠的 有開二線床位其實也是不夠的 一個星期就飽和了 四百張床是不是 以每天平均六十鐘個案來計算 一個星期就已經用完了 那你到時怎樣呢 是不是又開三線床位四線床位 還是會展租用地方 你也要告訴市民你有應變計劃 你有Plan B才行 你使得市民不要那麼擔憂 你特區政府不知道你在行會有沒有談過相關的議題 可能有 但是你一定沒有向外公佈過有關的消息 那你可不可以預先告訴市民 你是有這些計劃的 是不是 你真是完全不說的 收拾了就不知做什麼 現在就在這裡 喜歡關這個 喜歡關那個 完全沒有下的措施 不只是說這些地方有事 只要那些人身處在同一個地方 就有機會受到感染 多餘 包括在哪裡 工作場所 包括是承搭交通工具 它一樣是有機會的 你關這些關那些 地鐵火車巴士 不關工作場所不關 有屁用嗎 今天又有一個個案 它就是在美容院那裡工作的 是不是你又要等到出現了 有個群聚感染 你又要關閉它呢 你有沒有先見之明 你有沒有前瞻性的措施 喂 這個社會不頂多久 你一定要全面停擺 將經濟損失降到最低才行 以你現在特區政府這些措施 喜歡關這個 喜歡關那個 關不關 根本上對於香港的損害 是會更加長期和更加痛苦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